当年十部音响90后的经典日马以及歌曲BGM 本期介绍前五部 龙珠是七龙珠系列中的开山之作 根据日本著名漫画家鸟山林的同名漫画改编 于1986年2月26号在日本富士电视台首播 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泛落着七颗神奇的龙珠 坦说只要聚集他们神龙珠会出现并可以为人实现一个愿望 为了寻找龙珠 生命宫本人踏上了奇妙的寻珠之旅 苏玛宝贝 苏玛宝贝又名苏玛兽 数码暴龙 是根据日本万代旗下 同名电子游戏系列改编的 电视动画连续剧 由东映公司旗下 动画工作室制作 奖势了八成太医 日前大河 五只日斯纳等八位孩子 并以外进入网络世界 在同伴数码宝贝的配偶下 一同展开的 奇幻梦想过去 中文字幕提供 全夜叉 全夜叉是根据日本漫画家 高桥留美子所著 同名作品改编的电视动画 由日生社制作 全夜叉享受了 普通的中学生日暮歌威 无意间穿梭到了战国时代 并与被巫女杰梗 封印的半妖少年全夜叉相遇 在对方的口中 歌威得知 从自己苦内 出现了四魂之欲 有这样妖怪能力 增强的效果 然而歌威的四魂之欲 却在和妖怪的战斗中 五分五叶 飞到了世界各处 于是歌威便和全夜叉一起 插上了收集四魂之欲 I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圣洞是新石 圣洞是新石改编自日本漫画家 车田正美严重的同龄漫画 动画于1986年开始在日本播放 之后在80多个国家热播 迅速攻击全世界 故事发生的13年前 一名黄金圣洞士爱俄罗斯 抱着一个女婴好处胜誉 这女婴便是雅典娜 爱俄罗斯被杀 一切由此而起 主角新石连同其一与青铜圣洞士 为保护雅典娜而展开激战 中文字幕作者 杨洞 咯咯 悲妒 哆啦A梦 《大山版哆啦A梦》是朝日电视台1979年4月2号 根据藤子F伯二熊的同名漫画改编制作的第二版同名动画 讲述了一只来自22世纪的猫型机器人哆啦A梦 寿主人也比世修的托付回到20世纪 借助从思维口袋里拿出来的各种未来道具 来帮助世修的高所妇小学生也比大雄 化解身边的种种互联问题 以及生活中和身边小伙伴们发生了各种轻松幽默的故事 过来梦和我一起让梦想发光 最遭遇的 真相群的高潮 不流行为老师 天然要跟迷战 老师 寿主人也比较 寿主人也比丘 寿主人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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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思議只能成為不思議 本期節目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們的小夥伴們要多多關注呀 下次再見 拜拜